大家好,我是龙九 他不理解,他会直接来问我的 我也是希望大家看完视频以后 哪一段不理解来问我 大家是想看修剪吗 是看这个长支缓放 短节回缩还是输除呢 或者是说咱们修剪当中的五项理论 更新预备之 利用土长之 改善树体光照 还有合理利用空间 注意修剪时间 这是咱们修剪当中的五项理论 并不是说我上了我就剪 我就剪一个直条 发一条视频 那么能理解我发的是什么吗 不理解的 前几天咱们发了一期视频 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去剪 然后呢也不要去看过多的视频 多去看一些文字形式的知识 然后你会理解的更快 时间的时候我也会翻看 别人家的这个作品 大多数都是以修剪为主 他不去讲那些理论 就是讲哪个讲哪个 是回溯是短节 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 在这我给同行提个建议啊 好多视频中 他剪了整棵树的时候 上端尤其是这个可延长的 这个延长枝 一定要把盲截剪下来 如果不剪下来的话 那个盲截会很长 然后做不到合理利用空间 会浪费空间的 既然大家想看修剪视频 今天我就在咱们这个六年生的主根性桃树园子里面来修剪 这是我自己家的园子 大家看我怎么修剪 这些呢都是六年生的主根性桃树 猪行距是三乘一点二米的 主根性桃树呢 咱们都是留了这个牵制枝的 每一棵树上都会有牵制枝 牵制枝的作用也说过很多遍了 就是为了抑制顶端优势 促使中下端的营养输送 背下枝 咱们把它剪了 这个内棠也剪了 说个很多遍的就是牵制枝 往上二十公分 不留任何支组 牵制枝内棠十公分 不留任何支组 一定要找出牵制枝和主干的这个关系 再一个就是牵制枝是主干的三分之一 牵制枝一定要小于主干的三分之一 两个牵制枝呢 可以对向也可以错开 错开位置也是没有关系的 像这些呢 咱们就都给它输除了 这个不需要 给它剪了 中下端可以留这种中央偏壮一点的枝条 包括这个 都是可以留作结果枝的 牵制枝的长度 一般就是七十公分 就可以了 不要过长 过长了以后呢 它会影响咱们行间操作 在牵制枝前端呢 留一个短果枝 或者是一个结果枝 就可以了 来做剪口枝 咱们把它前端剪了 就可以了 碰到这种偏弱一点的枝条的时候 要记得 留外侧的枝 去 近 留远 这个枝条呢 那一趟没有芽 咱们也不留了 因为这个位置有一个芽子 明年 这个芽子 这个芽子都会萌发的 所以咱们留了它 像这种小枝呢 可留可不留 可管可不管 包括这个 这个位置的枝呢 咱们直接回溯 留了这一个做结果枝 下面呢 有这个小枝 这个已经断了 去掉它 伤枝 病枝 虫害枝 全部都输出 牵着枝往上呢 这些枝条 过长的 咱们没必要让它长得过长了 就需要给它进行一下回溯 回溯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留芽 留一个剪口芽 就可以了 像这种小的枝条呢 可以完全直接去除了它 像这种小枝呢 咱们可去 可不去 像这种呢 回溯修剪 留一个芽子 再往上呢 这个就是一个结果母枝了 结果母枝怎么留呢 内堂也有这个结果枝 外围也有 像这种结果母枝呢 它就没有什么生长式了 明年呢 也不会出什么状条了 可以适当的 给它这个外衣修剪 给它留下两个结果枝 留下这一个和这个 留两个结果枝 内堂呢 咱们进行一下 这个回溯修剪 留芽修剪 这是一个结果母枝 这个结果母枝呢 已经过粗了 咱们输除 因为它这个肌部有芽子 这儿有芽 这儿有芽 直接给它输除 不需要 五六年以后 这个主观圈桃树呢 它就是以这个回溯输除为主 输除过密枝 输除土长枝 还有可回溯枝 回溯呢 就是回溯一下结果母枝 像这种 咱们就留了一个小的结果枝条 就可以了 因为上面呢 还有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